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爷 少爷 老爷 加急电报 好 看看吧 吴培那小子在东北又闹起来了 吴培依靠日本势力联合王将军 除掉蒋方和刘大胡子 如今黑龙江一带即将尽归王将军所有 日本人野心昭昭 不得不罚 这点眼光您儿子我还是有的 这眼下就要娶亲了 所谓成家立业 这赵家的重担以后可就交给你了 你有野心 有魄力 别的我都不担心 但是我要叮嘱你的一点是 咱们是中国人 民族气节必须放在第一位 儿子明白 大帅 您放心 好 好好干 你帝我创下这份家业 把它交到你手里 你可得好好地给我传到我孙子手里啊 您放心吧 将来呀 传给您孙子的时候 绝对不止这么点家业 好 少帅 少帅 大帅 您这会儿有时间吗 有啊 刘师傅来了 等着给您采喜福呢 爹 去吧 去吧 臭小子 都要娶媳妇了 小姐 您已经抄了一天了 今儿也不早了 该歇歇了 我不累 你先去休息吧 我爹赶在玉佛节前 把这卷经抄完 好能赶上供奉 才能为哥哥祈福 您对少爷 可真好啊 哥哥对我也好啊 我们父母去世的早 哥哥若不是为了养活我 也不会干这刀口舔血的营生 我这心里 一天到晚老是选着 也就只有在佛祖面前 我才能平静下来 那我再给您点根香 您好好唱 小姐 我先出去了 小姐睡了 哭什么呀 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哪来的钱给弟弟治病 小姐是个好人 你要把他带去哪 来来来 走走走 快点 多不许多走 大爷 来 坐 没人 好 没人 没人 没人在这儿呢 这好 没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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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安排好了 离间计用得虽好 却可惜了美人了 今天 我赵正南 愿娶你金与荣为妻 从此以后 无论安乐 患难 疾病 还是健康 我都与你相供 从今以后 保护你 爱护你 此生不渝 这是我真心实意的许诺 特授予你此剑 以奸此梦 我金与荣愿意嫁你赵正南 从你为父 无论安乐 患难 健康 疾病 我都愿意与你相供 今生今世 爱敬你 守护你 终身不渝 我头一次见 无聊到自己跟自己下棋的人 这是我在日本的时候 和我的老师对弈的一局残局 原以为已经没有生机了 可没想到让我找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我看报纸上说 你的杀父仇人赵正南结婚了 你看上去倒也开心得很啊 结婚好啊 她娶了心爱的女人 知道了人生的可贵 当我把这一切都毁掉的时候 她才会觉得更痛苦啊 你可真阴暗啊 不过 我喜欢 军部已经接到老师的命令 全力支持你夺回东北 恭喜你 功成名就 指日可待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 你应该相信你丈夫呀 不过区区一个无赔而已 他只占了一个盘线 怎么劳烦夫人操心呢 我说正经的呢 咱们以后是夫妻了 刚才你都宣过事 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一起面对 不要再隐瞒了 好 今后啊 一切谨听夫人教诲 如必指使 绝无为虞 走吧 看见这个样子 应该是没有他弄了 赵家人有言不敬 素来不见我们立本国放在眼里 实在可恨至极 你回去跟山下先生说明 赵家师弟费用 毫无在争取的必要 我们要占东北 只能继续往于乌培 请山下先生 不必再观望了 是 不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